阿南 阿南 我先走了 好啊 路上小心 阿南 你男朋友沒有來接你嗎 他 他 他快到了 陳寬 你這喝的都差我了 來來來來 我扶你 張總太能喝了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阿南 你男朋友來了 穿的這麼少 還好吧 回家了 這麼多人呢 快放我下來 你隨後別亂動 這麼兇 你身上的味道真好聞 你現在可不太好聞 哼 哼 不願視寵而交 歡迎您的收聽 阿南 你怎麼了 聽你探了一扇武器了 怎麼 那方面不和諧啊 去你的 去哪我開玩笑 我錯了嗎 到底怎麼回事啊 男朋友好像生氣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男朋友那麼好 你還惹他生氣啊 我不是我沒有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就生氣了 他怎麼生氣了 就昨天 我主動去客房睡覺 他 他居然不攔着我 看樣子確實是生氣了 不過你為什麼要去客房睡啊 我男朋友不喜歡我在外面應酬 那天我喝多了 我怕他生氣 就主動提出出去睡客房 結果沒想到 他 他真的就讓我去了 我以為 我以為他會捨不得我的 這叫什麼 這叫自作孽 那你說現在該怎麼辦嗎 還能怎麼辦 哄呀 男人 就得哄 吱吱招杯 要我說 情侶之間沒有什麼是一個case解決不了的問題 一個解決不了 那就兩個 哥 你說的也有道理 別說 你們兩個單身狗 還挺怒男人的嘛 說誰單身狗呢 說誰呢 我們這叫單身貴族 是他們不配好不好 就是就是 好好好 你們說的都對 那我就 趕緊把手頭的工作做完 充個時間趕緊去陪陪他咯 就這麼決定了 嗯 這才對嘛 細心 安娜 來看一下這個資料 好像核對不上啊 怎麼會啊 我看看啊 唉 累死我了 親愛的 做晚餐了嗎 奇怪 怎麼沒人呢 你 你坐在地上幹什麼 快快起來啊 地上涼 你回來了 啊 你到底喝了多少啊 沒多少 你之前 不是跟我吹你千杯不醉的嗎 走走走 好 咱們去臥室 你慢點兒 我把你衣服換了哦 乖乖的 不要動 哇 身上好燙啊 這雄雞 這小風 這褲怎麼脫不下來啊 呃 我 弄疼你了嗎 還 好嗎 你繼續 啊 唉 終於脫下來了 楠楠 好嘞 你好好休息吧 我出去了 出去 去哪兒 你都喝醉了 但是 好好休息了 你果然是不喜歡我了吧 啊 以前 以前你看我脫衣服都會很激動 啊 啊 這話說的跟我像個變態似的 那叫欣賞好嗎 哪裡很激動啊 只是正常欣賞男朋友的曼妙的身體 現在你卻一點反應都沒有了 我的天啊 都說喝醉的人會變得多愁善感 原來是真的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反應 我怎樣才有反應啊 啊 這是 有什麼反應 嗯 啊 啊 啊 救命啊 我到底在說什麼 摸摸這裡 啊 這兄弟 手感真好 啊 不對啊 他不是應該 他不是應該 還在生我的氣嗎 他很少喝酒的 難道 真的是被我氣得跑去 借酒消愁了 嗯 郭妃湛 你沒事吧 好啊 果然是不喜歡我了 就算給你摸凶也沒反應了 笨蛋 怎麼會沒反應呢 喂 喂阿南 我們手上那個項目出問題了 主管要殺人了 你快點去看一下啊 文件已經發你郵箱了 好好好 你別急啊 我待會兒給你回复 我先掛了啊 不許去 陪我 乖啊 你先抓緊休息 我這有很急的工作要做 大晚上的 你要去忙什麼啊 而且 你已經好久沒有 哎呀 好了不說了 我去忙了 您好好休息啊 哎 主管啊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你已經好久沒有陪我了 我的天哪 阿南 你的黑眼筐怎麼這麼重啊 你別提了 昨天那個項目出了問題 才把資料整理完 大晚上呢 把我交回公司整理資料 你也太拼了吧 沒辦法啊 昨天阿南是為了幫我 要不是阿南幫忙啊 我今天可能就要捲鋪蓋走人了 那你可得請我們阿南吃飯啊 天下可沒有白幫忙的道理 成啊 沒問題 今天的晚飯我請了 你也一起吧 就等你這句話了 你們呢 沒聲音 哎你看 你不是阿南的男朋友嗎 是耶 他這是來送午餐的 不會吧 我聽阿南說 他晚上不是要去和陳寬出去吃飯了嗎 你說什麼 他和誰 我 我是說 他和陳寬出去吃飯了 去哪兒了 就在最近的那家火鍋店 所以 他不接我電話就是出去和別的男人吃飯了 好 好的 謝謝 我 我是不是闖禍了 呃 好像是的 吃的好飽呀 這家火鍋真心不錯呀 價格也不錯 瞧把你心疼的 下回姐請你 這可是你說的 我說的 這家店確實不錯 以前都沒來過 可惜了 咱們以後經常來就好了 喂 下班了嗎 我來接你 不用特地來接我了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可惜 放心吧 不用擔心 我馬上就回來了 先掛了 咋了 你老公要來接你啊 瞎說什麼呢 還沒結婚呢 這麼腻歪 結婚還不是遲早的事了 唉 他最近總是怪怪的 我總覺得他還在生氣 那天他還戒酒消愁了 嗨 你把男人的心胸想得也太瞎點了吧 唉呀 你剛剛不是還在心疼你那幾張票子 那能一樣嗎 不過話說回來 阿娜 你還沒想好怎麼讓你們家那位消气啊 嗯 我手上這個項目不是已經做好了嗎 所以我趁姐請了五天假 我打算好好陪陪她 唉 羨慕這個詞 本宮已經說倦了 你就是想男人了 趕緊找一個架了吧 嗯 我也覺得 這話說的 男人有那麼容易找嗎 唉 三條腿的驢子不好找 兩條腿的男人不是滿大街都是 喲 這不就是個男人嗎 唉你們說你們的 Q我幹嘛 就是 他怎麼就是男人了 嘿我這不好脾氣 你給我好好說說 我哪兒不是男人了 哪兒哪兒都不是 你 好了好了您別鬧了 高飛鎮 你 你怎麼了 你怎 怎麼胡子拉叉的 什麼情況啊 分手嗎 啊 你早就想分手了是嗎 不是 你 你想說什麼啊 為什麼不讓我接你 是有別的年輕男人素孽 我這幾天加班回來的晚 不想打擾你嗎 那為什麼要分房睡 是打算對我冷暴力 然後分手嗎 我沒有冷暴力啊 怎麼沒有 不接我電話 不接我電話 還和我分床睡 不是你在生我的氣 然後不理我的嗎 你也知道我生氣 那你就任由我生氣到現在嗎 讓我受不了這份冷暴力 然後主動提出分手 什麼跟什麼呀 我沒有對你冷暴力 只是每當我想要找你聊天的時候 總是因為工作原因而沒有機會 這段時間我睡客房也只是因為加班 我知道你是一個有嚴格規律作息的人 不想因此而打擾到你而已 我怕你打擾嗎 都打擾這麼多年了 現在說怕打擾 你不也希望看到我能夠成長嗎 我要的不是你這種成長 你明明知道 我可以接受的 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 我什麼都能接受 我知道啊 可是我也不想你這麼無底線的縱容我 總覺得我會被你慣壞的 慣壞了一束秒 你說什麼 為什麼要拉那個男人的手 我還陪她一起吃飯 哪個男人 你別裝傻 那天九回三號 我看到你拉她手了 還有剛剛 你還和她一起吃晚飯 啊 啊 哪裡拉手了呀 我只是看她快醉到了 沒人扶她 好心地扶了她一把 不然在那大馬路上摔倒 可要混容了 你很喜歡她的臉 我也看到了 是張年輕漂亮的臉 我的天哪 你在腦補什麼呀 親愛的 那是我的一個同事 而且 而且人家有對象了好嗎 真的 沒騙我 我家裡一個這麼帥氣 多金還疼人的男朋友 外面的男人我看得上嗎 你是低估了我還是低估了你自己啊 那 那為什麼 你那天回來後不碰我啊 前幾天晚上也是 搞半天你是因為那天我回來沒碰你再生氣啊 你早說呀 害得我提心吊膽呢 我還以為你那時嫌棄我喝了酒 不樂意我碰呢 從前你喝醉了回來總是要 總是要 你 你錢 你不都是不願意的嗎 你不知道 語趣幻影嗎 好個語趣幻影啊 不過 我 我更喜歡你直接說出來 親愛的 你想要嗎 想 想要 親愛的 我們有的是時間 慢慢玩 進來 總裁 這是最新的策劃方案 請您過目 嗯 好了 你出去吧 嗯 還有什麼事嗎 剛剛 剛剛 夫人把您的卡刷爆了 她買什麼了 這 這是購物清單 兔女郎套裝 請救委嗎 出去 出去 這件事 不許再提 等等 嗯 總裁有何吩咐 下午的安排都給我推了 推了 好的總裁 我不是說工作都推了嗎 又有什麼事 呦 高總 脾氣這麼大呢 你 你怎麼來了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我的總裁大人 為什麼連續半個月不回家 究竟是什麼事兒 能鬧得我們總裁大人 這麼不愉快啊 也不是什麼要緊事 好 那為什麼不回家呢 別問了 別問了 哦 我家老公不回家 我還不能問了 我 我不是那個意思 楠楠 你這麼長時間不回家 我可想你了 你 你 你就不能 哦 不能 不能 什麼 還不是你 啊 我沒聽到啊 還不是你太那個了 所以我才不回家的呀 啊 這怎麼能怪我呢 誰讓你 這麼誘人的 你別亂摸 還在辦公室呢 可是我覺得 你好像很喜歡這個辦公室呢 我們就在你最喜歡的地方 和你最喜歡的人 做最喜歡的事吧 親愛的 你知道嗎 國家開放 開放三大政策了 你開玩笑嗎 你看我像是在開玩笑嗎 那也不能在這兒 你 你放開我 乖乖的 門 至少把門鎖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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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爸爸N個做死事件之一啦 聽我媽媽說 在那不久後就有了我 什麼 想知道爸爸是怎麼跟媽媽求婚的 啊 瞧咪咪告訴你啊 其實啊 是我媽媽主動求的婚 哎呀 媽媽媽說了 就爸爸那熊樣 可能永遠都等不到了 喂 你個小兔崽子亂說什麼呢 爸爸來了 我先撤了 感謝大家的收聽 了